民进党不是小孩子 不是年轻人 是老谋深算的一群政客 所以我看法完全不一样 是 我认为民进党它都是分配好的 我笔记要直接了当地讲 民进党所有做的事情 就是因为有这两个弱点 所以他现在所有做的事情 才会这样子 其实民进党才是做统战的高手 因为什么叫统战 就是我用你最能够接受的方法 让你相信我的理论 我们的看法趋于一致 这个叫统战 民进党不是早就在做吗 台湾人不是大陆人 不是统战吗 那所有一切都讲民进党执政好 这个所有大陆不好 不是统战吗 所以我常常在讲 民进党搞统战 比大陆人会搞 你真正有真心诚意 你不是在继续搞 你的台独统战 我觉得民进党要放掉这些东西 然后真正开场心胸 还有一个 不要再制造什么对立的 什么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台湾人的外省人 这两个对立的仇恨 台湾跟大陆的仇恨 我觉得快停止了 不要做这个事情 民进党不是小孩子 不是年轻人 是老谋深算的一群政客 所以我看法完全不一样 是 我认为民进党他都是分配好的 你今天讲扇门大开 那边讲会被拐骗 你这边会讲其他的 民进党一定是用这样 不同的方式去让你 捉摸不定他的真正的政策 民进党现在对大陆 只有两件事情他持续在做 一个事情就是说 他没有信心 他怕台湾人到大陆了解太多 是 他怕大陆人来台湾以后了解 台湾人现在的退步太多 第二个 他过去就是讲台独嘛 就讲他不是中国人 就讲这个大陆所有的东西都不好 所以他当然 这个谎言 骗自己也骗别人的谎言 他怕被拆穿嘛 所以我比较直接了当讲 民进党所有做的事情 就是因为有这两个弱点 所以他现在所有做的事情 才会这样子 那你讲说现在开放 让观光课来 对不对 让学生来 让宗教团体来 你如果到大陆去看 台湾的观光课在大陆到处都是 台湾的学生到大陆去念书的 多得不得了 那宗教团体 不要讲说大陆是无神论 我到每一个地方去 我都会看到他们的庙里面 香火鼎盛 去拜的人 去烧香的人 多得不得了 你说他有禁吗 这几年你看到大陆的宗教 他真的是很蓬勃 而且如是道是不可分的 他是中华文化一贯的 互相影响 互相良善的影响 如果做这个比较 我是觉得 其实民进党政府现在还是害怕了 他说会被大陆人统战 其实民进党才是做统战的高手 那什么叫统战 就是我用你最能够接受的方法 让你相信我的理论 我们的看法趋于一致 这个叫统战 民进党不是早就在做吗 台湾人不是大陆人 不是统战吗 那所有一切都讲民进党执政好 这个所有大陆不好 不是统战吗 所以我常常在讲 民进党搞统战比大陆人会搞啊 大陆人没有办法到台湾来搞统战了 那民进党可以在台湾搞统战了 但他现在怕大陆人来台湾之后做一个比较嘛 好 我才去了深圳 我也去了西安 我到深圳以后发觉到 全世界所有的城市 你方方面面跟深圳比 大城市 你比不上 你比不上 我到西安去 我本来想说陕西 这个这么偏远的城市 因为我没去过 我觉得这一定很落伍的吧 结果我发觉到陕西 有坐飞机的 有坐芯片的 美国在陕西的芯片的投资工厂 今年还要增加投资三亿美金 美国人的工厂 那再上那里还有做这个风力发电 太阳能发电 水力发电 所有高科技的发展 陕西全部都是世界上名列前茅 那你想说 这一个这么落后的一个省 它怎么能够做到这样子的地步 尤其在绿能上面 让我非常惊讶 就是说 到底现在大陆的中国人在做什么 那很有意思 我们开一个会 讨论完以后都讲完以后 他们竟然有个同仁跟我讲说 你们台湾很进步 台湾很多地方 是我们要好好学习的 跟我讲这个话 那民进党今天会不会跟 跟大陆同胞讲说 你们有很多地方很进步 那我们要跟你好好学习 你没有嘛 反而你骄傲自大 我尤其在大陆看到有一件事情 是我最佩服的 我觉得那就是中国人的精神 其实台湾也有 就是越在逆境的时候 他越冷静 越在逆境的时候 他越想说 我怎么样可以生存下去 然后将来跟你竞争 那台湾 台湾过去这么几十年 也这样起来的嘛 但是最终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我常常在讲 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两岸中国人都会有一个观念 我们的教育里面 就我常常讲李运大同片的 世界大同 你会发现上大陆做任何事情 他没有讲说 我一带一路 我金砖 我是要去统治世界 我是要做世界最大的强国 我是要抢夺别人的资源 我要告诉大家说 我这个制度是最好的 你们都要做依循我的制度 就像今天的美国跟欧洲 要做的做法 没有 我觉得台湾人也是一样 但是我觉得民进党真的 要胆量大一点 那个台独 台独党纲宣布废除了 另外一个我要讲 你开放这些没有用嘛 所以中共刚才讲的 大陆学者可以来 我就要看学者可以来到什么程度 会不会有人监视 对 会不会来到什么程度 第二个 你让大陆的观光客来 你还要不要每天的限制 台湾去大陆的团客 你要不要赶快宣布解除 你唯有这样子 才有代表你什么 你真正有真心诚意 你不是在继续搞你的台独统战 我觉得民进党要放掉这些东西 然后真正开场心胸了 还有一个 不要再制造什么对立了 什么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台湾人就是外省人 这两个对立的仇恨 台湾跟大陆的仇恨 我觉得赶快停止了 不要做这些事情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会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会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会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增强颅会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颅会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